好 接下來的政壇話題 民進黨禮拜六在高雄要舉辦 首場的信賴臺灣溫暖好政說明會 同時是請到高雄市長 陳其邁勞動部長許明春 要擔任主獎者 民進黨採取四大公投模式 政務官要說明蔡政府的執政成績 以及賴清德未來的施政願景 一起搶先看 有請賴副總統 出席黑客松競賽 副總統賴清德鼓勵跨世代連結 要和陳彥青年拉近距離 要邁向資訊應用大國之前 我們必須要有一套法律制度 既能夠保護隱私權 也能夠讓資料提供給國人充分應用 特別重視網路資安 就怕中國假訊息影響選戰 民進黨主動出擊溫暖好政說明會 全台啟動 週六第一場從高雄出發 畢竟這裡才因為前瞻預算 成為在野正銀劍吧 賴清德曾在中常會提到 在野黨說法對前瞻發揮的功能並不公平 因此民進黨主動出擊 高雄市長陳其邁 勞動部長許明春擔任先發主張者 因為高雄正是勞工大本營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種最基層的方式 最基本的方式來處理 就第一個台灣現在有25%以上 尤其是年輕族群受到這個所謂的抖音系統上面的 所丟出的假訊息的嚴重的污名化 政務官親自下鄉辟謠 民進黨採取2021年底四大公投模式 邀政務官補院發言人 說明蔡政府執政成績 賴清德未來內政願景 以及和平四大執主 當然政策辯護由政務官來執行 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也是最直接能跟民眾直接面對面溝通的方法 對於銀串聯區域立委由上到下展開 全台實證說明會 高雄打頭正面對藍白陣營 毀滅是攻擊 外交內政一一拆招 接著請張佳麟台北長的報導